在现代海军中 执行远洋作战和打赢海战需要多种重装舰艇 其中航空母舰是不可或缺的武器 航母可以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展开空战 海战及对陆打击 但通常与驱逐舰、护卫舰、潜艇、补给舰等装备 组成航母战斗群共同作战 这种编队不仅能在海上打击敌方水面和水下舰艇 还能攻击沿海基地和港口设施 甚至利用舰载机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许多沿海大国都渴望拥有自己的航母 将其视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象征 然而实际建造并服役航母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极其困难 以美国最新服役的福特号航母为例 造价高达130亿美元 且其所需的技术如电磁弹射 舰载机者、舰拦阻等 也只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 俄罗斯虽然号称世界前三大军事大国 自独立以来却未在建造新的航母 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 拥有航母的国家寥寥无几 有些国家甚至不惜重金 从别国购买退役航母使用 国土面积仅700多平方公里的新加坡 近日迎来了新加坡海军迄今为止最大 性能最强、结构最复杂的军舰 展现了新加坡海军舰队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当150米长的庞大舰体缓缓滑入水中 这艘承载着新加坡海军现代化梦想的巨舰 以其无人机母舰的创新定位 标志着新加坡海军战略的重要转折 10月21日新加坡贝诺伊造船厂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生站在一艘巨型战舰前 宣布首艘多用途战斗舰胜利 好正式下水 这艘被称为无人机母舰 的战舰是新加坡海军史上最大 性能最强且结构最复杂的军舰 它不仅继承了1989年服役的老一代 胜利及导弹护卫舰的舰名与弦号 更以8300吨的排水量 150米的长度彰显了新加坡海军的雄心 这艘被军迷称为科幻战舰的装备 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痊愈作战能力 飞行甲板可起降中型直升机与多型无人机 闲侧投放系统10分钟内即可部署无人艇 舱内还能搭载水下机器人 形成空海前立体监控网 其7000海里续航与21天自持力 意味着新加坡海军的作战 半径已覆盖整个东南亚海域 胜利号的诞生 是新加坡以技术换规模战略的极致体现 在2025财年174亿美元国防预算 GDP占比3%支撑下 新加坡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 数字化建造临跑区域 采用数字卵升技术虚拟建模验证 使建造周期压缩至12个月较传统模式提速60% 这种效率在东南亚舰船工业中独一无二 无人体系深度整合 依托智慧空域管理经验 将以色列轨道飞行7-4 无人机与自研水下机器人纳入作战系统 实现300公里半径雷达静默侦查 这种协同能力超越多数东盟国家现役装备 模块化设计降本增效 8个可更换任务集装箱 能快速切换反潜 反舰救援模式单舰实现传统三艘舰艇的功能 契合其少而精的装备发展理念 对新加坡而言胜利号绝非单纯的武器平台 更是海洋战略的关键支点 生命线守护作为90%物资依赖海运的国家 80%贸易须经马六甲海峡与南海航线 新舰搭载的蓝毛反舰导弹与P8A反潜机联洞 构建起关键水道的立体防御网 平衡数新筹码 在美法加大区域军事存在的背景下 7艘同型舰原计划6艘线追加1艘的建造计划 配合6艘218SG型潜艇与20架F35机群 使新加坡在大国博弈中获得更强话语权 防御体系升级 与新成立的网络与数字化转型指挥部呼应 胜利号成为无人作战与网络战融合的试验平台 践行第六支柱数字防卫理念 胜利号的下水本质上是新加坡国家能力的综合输出 政策前瞻性 新加坡早在低空经济兴起前便构建 智慧空域监管体系 为无人机作战奠定法规与技术基础 国际资源整合 将泰雷兹、雷达、萨博为干与本土系统无缝集成 展现顶尖技术驾接能力 危机意识驱动 从强制兵役到全面防卫六支柱 全民国防理念为军事现代化提供了可持续支撑 当胜利号的间谍响彻新加坡港 这个城市国家用8300吨钢铁证明 国防实力的核心从来不是国土面积的大小 而是战略眼光与技术转化的效率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由胜利号开启的这段传奇故事 会如何继续书写 它是否能成为未来蓝海战争的赢家之一 对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 记得为我点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 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